我们来看这道题 在一个Spooling系统当中 如果我们要执行一个输出操作的话 那么这些要输出的数据 首先应该是被放到输出井 然后再被送到输出缓冲区 最后再被送到输出设备 所以整个数据的流向应该是从磁盘流到了内存 最后流到设备 具体的输出设备 而如果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输入的操作的话 那这个数据流向应该是从输入设备到输入缓冲区 最后再到输出井 所以输入操作的数据应该是从设备流向内存 最后流向的盘 所以这个题目他问我们的是用户要打印数据 那么打印数据就是使用打印机 也就是要进行一个数据输出的操作 那么既然是操输出的话 这个数据应该是首先被送到输出井当中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选A答案 那么下次如果再考这个知识点 他可能换一种问法 比如说他问我们采用Speeling技术 然后扫描仪扫描的数据 首先应该被送到什么地方 我们需要先判断一下 扫描仪它是一种输入型的设备 所以他扫描的数据也叫输入设备 扫描的拥有的这些数据 首先是应该被放到输入缓冲区当中 所以如果是这种问法的话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B答案 首先被放到内存的输入缓冲区当中 也就是内存的一个固定区域当中 好的那么这道题将解结束